新百里村民精心挑选上等的麦子 送到太子府 可在燕凉的时候 突然都变成了沙石 闻生的银刺跑出来 把所有袋子割开 可全都是混了沙石的麦子 他愤怒质问村民 这种情况 村民也是有口难辩 燕寺竟然一怒之下 拔剑结果了村民 所以便有了开头害人的一幕 更可怕的是 太子气还没消 令人把村民的尸体 带去眉线新百里 太子又赴公孙古兰都拦不住 旁边还有几个村民跪地喊冤 这时 天空雷霆大作 乌云密布 仿佛是老天爷感受到了村民的冤屈 另一边的组长看见变天了 赶紧招呼村民们收麦子 他们还不知道 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不久后 银丝的马队赶到了村子 村民们心里既愤怒 悲伤又委屈 纷纷跪下来 诉说自己冤枉 而气昏了头的淫丝 竟然完全不听村民的解释 冤枉 雷人的 砍开两盾 砍开真假 上 先是被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了一顿 现在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粮食 也被糟蹋 村民们怒不可遏 因此见到村民被屠杀 竟然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古代太可怕了 根本没把百姓当人 天上瓢泼的大雨 应该是老天爷 为这群可怜的村民流的泪吧 几天后 银前和公主 正准备前往龙溪办事 却看见几位族长 领着一群穿校服的村民 银前立马派手下去 问这是什么情况 得知太子杀人后 二人惊恶不已 银前立马让马队回岳阳 让公主回去 看住银寺 这时 公孙谷也急匆匆 赶到魏央府邸 向魏央禀报这事 魏央大惊 满脸的不可置信 沉思片刻 他赶忙命警间去找银寺 让车鹰命令 岳阳城内外的军营 没有军令部的出兵 此时的罪魁祸首 正在被祖母训斥 你还敢杀人 吃了豹子打了你 公主急匆匆地 跑到太后这 看见银寺 就想给她爱的教育 却被太后阻止 太后奇怪 公主为什么回来了 成千上万的百姓 已经逼到了岳阳